政党方便的消息来看到年代中华市长选择出现一列震撼团 前中华官议员中东政 向上选择抵出国民党 超过三十年当年的中东政 国家是关心他替党就是要自行来参选到中华市长 他表示欧洲国际的思考当中 在去一场替党成民党赏到国民党中华官党部 超过三十年当年的政党官议员中东政 向上选择抵动 中东政说 现在国民党已经变怒 已经不一样 所以东政决定要退出国民党 向上选择抵出国民党 所得来是不是也没当这个新冠 到一年代中华市长选择 中东政说 抵动和选择政党是任何输 超算了后 无关是对手和这些事关东部 都不断放红色 看有的人都知道是不怀何以 那个退出国民党的这个 这件事情跟我们参选市长 这个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因为退出国民党 刚刚东政讲过 就是因为理念上的一个 已经不一样不合 所以东政退出国民党跟我们参选张华市市长 没有直接关系 担对中东政的替党 国民党中华官党部表现 中东政是由一个平台跟当官 希望他能留下来 继续做会为党为理念来分导 大专心不问丢相中华 才恨不得